结果怎么样 下边就开始说了 既然大自然那边动物都能够呼朋引伴 那么我们人类必须要遵从这种大自然的节律 怎么办 加强有能力 怎么办 百艳请客 乌灿撒草 沉溃八鬼 这个诗 八鬼这个诗 明确的告诉我们是周天子带着 周天子的礼制 因为什么 按照西州的礼制 现在考古也证明了西州礼制 周天子是九鼎八鬼 所以说成窥八鬼 乌灿撒草 然后既有肥柱 以宿诸旧 我有肥姑娘 杀了约诸旧 我有肥公奴 杀了约诸兄弟 然后诗人说 宁士不来 唯我无故 他可以不来 但我不能哭起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心理吗 我不请你 你不来 你来 你不来 你不来 如果我不请你 我可就失礼了 所以民之师德 甘吼云乱 老百姓之间失去那点和谐 不就是有一点小干粮 所以很理啊 理给不起 西方有很多人类学家 写这个理 理实际上都带着物质的那种交往 你看了吗 上级 他要粘服他的亲戚 实际上也是下级 讲亲情 讲义 来达致一种 一颗菜的精神 你是枝 我是叶 它是花 你是 你是朵 不论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植物 所以唐帝之花 恶不唯唯 诗经 小雅里边有一首诗叫唐帝 说你看那个唐帝花 是多么的灿烂 唐帝花有个特点 是一个花托上 长了很多的那个 小的那种白的花蕊 所以唐帝花在中国文学当中象征着兄弟 繁金之人 莫无心 所以研究礼很多 有很多的研究礼 其中有香研究礼 还有一些高级的祥礼 尤其是到了高级的祥礼就有意思了 君主来跟大家参加宴会的时候 这就麻烦了 如果是香大夫请大家喝酒 大家地配差不多 大家开始一现一愁 开始你冠我 我冠你 也没问题 但是如果来了周天子怎么办 这个仪式 他一定要找一个人做幼稚 也有的写说这个 干嘛呢 替他跟大家退杯换斋 这就有我的心 你既然是替你 既然替你不来可以吧 不来不死 不来我就不是这群人 我非得来 来了呢 可是大家觉得你又是会为天子 你是我们一群人 可是你身份特别 所以大家找一个人 替他 上下之间的和 在礼记乐记里边称这种和叫结别之和 有结有别的和 越是典礼的时候越要讲究 尤其是当大人物出场 越要讲究上下分别之序 可最终还是大家共享一多九十 所以吃饭 典型的象征了封建制 封建制是一个分享体制 大家吃饭 这一个饭局大家都要维护 谁把它踢翻了 全完了 所以它是一种精神象征 它是一种历史事件 它是一种历史的照 它是个史诗的节奏 史诗的步伐 它坚持了很大的任务 到今天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饭 高兴的吃 不高兴的也吃 平时还吃 所以这个特点是我们 到今天我们实际上 不自觉地得延续 分享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君主物 送鱼给百姓 一个百姓想见天子 可以见 为什么都在依活里 取古城到今天保持的 完完整整的痕迹 七十年代当地的陶红作者 拿洛阳铲把它铲出来了 十一道门 现在在它的东部 还保着了一丈高的这个城门 住着他们几千号人家 像一个大村子 你君主家 就像刚才我说的 泥烹鱼别人都闻到 所以同体关系 君要给万民做表率 这也是我们政治里边的 一个重要的含义 你打开毛时序 你看了吗 宣王时期 出现了一些离婚案子 结果大家说 朱宣王 这是鸡宣王 说社会离婚率高了 跟我宣王有什么关系 你家里边不团结 这种关系 所谓教化论的这种观点 放到一个国里边去 你才能听明白 你家里打老婆 你老婆一哭 全国都知道 这就是那样的一个形式 可是这种体制 随着大征服的这种开始 它扫平了以后 就剩下 荀子那个时代 我们知道荀子这个时代 他曾经跟英侯万居 讨论过秦国政治 他这个时代 英侯万居提出远交进攻 那个时候秦国已经变得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东方列国已经开始 在他在秦国面前开始颤抖 天下大势 朗然在暮的时候 荀子看到 他那个时代 小邦林立的时代也结束 所以他提出一个新的官司 那么这种上下之河 刚才我们说过 还有一个足性之河 大家诗经这首诗 诗经打开诗经 头一首是什么 观观居住在河之州 窈窕书女君子好球 看现在的诗经诸本 十个有八个说 这是一首爱情诗 恰恰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 对文学理解的这种因素 因为我们现在除了爱经 我们不知道别的 那首诗是爱经诗吗 写爱经诗有那么写的吗 大家看看萨福代经诗怎么写 观观居住在河之州 窈窕书女君子好球 书女好球第三人称行诗 是吧 不是第三人称行诗吗 说在座的我们有男有女 一个男孩子写了一首诗 观观居住在河之州 班里有个好男子啊 是那个好女子的好一对 这叫人话吗 这是爱经诗的写法 所以这首诗 另外诗里边说到琴瑟有之 可以 大学里边会有这么的情形吗 一个男生 跑到女生宿舍上弹弦子 弹什么 弹弦子 就弹吉他了 吉他不也是弦子吗 唱 我心中不能没有你 然后女生就倒 别的女生 不宪肝的女生就倒 倒洗脚水 饶你见四鬼 喝老娘的洗脚水 这可以 诸位 可是把中午要之 把乐队 把学校的乐队 请过来了 我们的乐队 我们校长不敢 你个小子 你谈恋爱 你把乐队调回 什么意思 你造反的 这不是看爱情诗的写法 注意那是一首什么诗 说它是爱情诗 都不对吗 有人会站着这说 说说说什么 辗转反色 又在又在 什么什么 这不是爱情吗 是爱情 它又是爱情 但是你整个的诗 它又不是爱情 那么准确的说 它是什么 它是恩情 那首诗表达的 一部理想 恩情 两口子之间的爱情 这叫恩情 恩情是伦理意义 爱情是生命意义 哥德的七岁老头子 突然到哪去 到哪去 到玛利安巴德 去什么疗养 爱上人家 富主人家的小女孩 十七八岁 人家一拒绝她 她倒好 爱情出了一点 失恋的男女 都是红梦里边 做一年三百六十日 风霜刀酱 言相逼的林黛玉 他就写了 老哥德也是如此 又焕发了十七八岁 青春写了什么 后来他一大批作品 包括福士德 都是在这个时候 后来创 所以爱情这种中间 咱们做的 谁还也别 也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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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着说话不要 说老哥德没出息 注意啊 没准你哪天碰上一个小伙子 你嘖啷就被他垫着了 你说他又是什么 是不是新疆人还是哪 你那个时候 你连老爹老妈都不怕 不要 你跑了 爱情的力量是怎么办 这个呀 没准 错差符 没准 恩情是不是 恩情是两口都在日久生气 所以我们的那个诗篇 上了以后 提唱的是 君子和淑女们在一起呆着 有恩情 说实在 当人们起望着这个 这个诗篇 起望着这一点的时候 诗篇的意识很清楚 婚姻是个秘密 是这样吧 好的 这是两口都是恩情 不好的打架 反目成熟 于托夫 呼其反目 所以因为看多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才祝愿婚姻什么 祝愿婚姻 你长久 甚至 所以说当诗人这样住院的时候 我们站到旁边看 哦 这个诗人很明白 好不好 这个夫妻关系啊 实在是个秘密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两口子之间的关系 就像我们脚底也穿的一双鞋 舒服不舒服 各不各脚 大小合不合适 自己知道 你擦的这么亮 也未必就不各你的脚 所以这个情形 当然我们说 这诗人不是要表达这个 诗人住院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因为家偶难得 所以这是一个强调 或者说赞美祝愿 实际上这首诗 是结婚典礼中 站到一个第三者的角度 赞美这两口子 祝愿他们场地 是这样一首诗 你非要把它解释成一个爱情诗 当然有些学者会站出来反驳我们 比如说像湖南大 可能说湖南师范大学 有一个陈述国先生 花了很长时间 自己不申报科研 自己写了一个中国理智通诗 很令人佩服 可而他在解释这首诗的时候 他说他就不相信这首诗 是婚姻点的一首诗 因为什么 因为李记里说婚姻不贺 婚姻不贺 婚姻的时候不唱歌 不祝福 诸位 李记的确这么说 可是诸位 李记 东方主角的文字 他据那个西周 五百多年的历史 据那个陕西 一千多公里的距离 所以这个地方又不能拘移 你要是拿着儒家的文献 去推 儒家之前五百年的事情 这个事情就难免走半 我们还是相信诗本身 这点精神从欧阳修 诗本义开始 拒文求义就开始 拒文求义 我先不管你毛传 还是证件 我先看诗 就是欧阳修的智觉法文 也是宋觉的基本精神 所以这个地方 那么这首诗我们说 当我们把这个诗篇的这个焦点 调整到是一种恩情诗的时候 注意它的重要性就出来了 我们知道周代男的十几万人 他家女的十几万人 真正的去用武力征服天下 是办不到的 他必须要柔和地治天下 那个时代 宗法宗族 原始不落时代 人们相信 有亲戚关系的人 才是自己人 所以当时流行的一句话 叫非我独类 其心卑异 这怎么办 聪明的都人 想超越这个关系 我姓李 你姓张 我们两个之间 两个男人之间 永远不会是同学 可是 一个张姓男 和一个李姓女 可以结合 而且结合出来的这个结果 产生了儿子 这是无聊亲 所以中国啊 这小中间有一本书 我介绍大家看一看 写的非常通俗 一种大学者写小册子的啊 就是相处中国里面就讲 说中国人中姑表亲 外号叫什么 一表三千里 所以老话又说什么 姑表亲 姑表亲 砸断骨头连着筋 我姬姓男的 你是殷商子姓 我们两个一结婚 下一辈生出儿子来 生出儿子的就是 未来的太子 我们王朝之间的亲戚关系就建了 所以到了春秋时期 左传交代得很清楚 周天子见了同性诸佛 无论大的称伯父 小的称叔父 见了异性的这种异性诸佛 就是称伯父 而称旧父 不管你有没有婚姻关系 肯定有 三百年了 准结过婚 所以一娶九女啊 周代的婚姻制度变革 一个异性国家 跟一个同性的激性国家结婚 注意要义取九女 这是一种说法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不清楚 左传代是说过 有陪嫁追逐 比如说 周天子要向齐国 东周向齐国结议做婚 那么 母国的君主做公 做主婚人 所以成公主 那么晋国和魏国 都是激性国家 同时陪嫁 大家算一算 陪嫁 这个周家的这个姑奶奶 带着自己的侄 带着自己的妹 去了 陪嫁女 陪嫁女本身 陪嫁女带着自己的侄 带着自己的妹 也去了 三个国家 这不是九女 为什么这么考虑 就是生 就是生 这一本不生 你看 陪嫁女自己不生 嫁女自己不生 妹妹可能生 同辈不生 侄女可能生 九个陪嫁女 当然古人不明的呀 十八个也不管 因为他生男生 生不生在男人 可是那样的男人也极少 天爵 就不生孩子 所以说他要派很多女的去 实际上我们说可以 那是个女子 别动对 把人家后宫控制起来了 有一首诗 有一首诗是在魏风里边 就是朱甘这首诗 写一个女子要回家 说要跟朱姬 就是姑母姐妹商量 这个诗大意识如此 比如说我要回家 跟谁商量 或者姑或者姐 你看看吧 这首诗无形透露 在一个国家的宫廷里边 不是姑姑 就是姐姐妹妹 一大堆机心的女子 在那待业 在那坚守岗位 所以这种情形 我们要注意 当我们明白了这首诗以后 唱这个东西 婚姻 所以说 礼记里边也讲过 婚姻是什么 中国人给婚姻定的定义是什么 是和二性之好 二性 注意 不是这个 不是性别的性 是这个好 和二性之好 又是什么 又是后别 俯远 把不同的人群 透到后起来 亲密起来 把远离的人群 倾服起来 婚姻实际上 在周代的婚姻当中 婚姻他肩负了一个大任 就是什么 就是把不同的族性 粘合起来 形成一种亲戚观思 所以周代都说是宗法制 都说是从什么 从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 可是周人的那个血统 是融合了天下所有贵族的血统 这个新血统 这是第二重和解 所以诗篇里要唱婚姻 还有家国和解 家国和解 钱中书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观点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说中国悲剧 只有一个悲剧 那就是家国的那种什么 忠诚和孝子不能够兼顾的一个悲剧 钱中书先生讲的 实际上如果 这是他解释诗 解释一首诗经 解释的时候 解释 打开小雅 赐母 黄黄者华 和赐母 路铭赐母 黄黄者华 解释黄黄者华 跟赐母 美怀 弥极这个句子的时候 这个句子是美怀 美怀就是私怀 弥极就是顾不上 我们为了国事顾不上私怀 钱先生非常敏锐地说 说这是个伦理悲论 我们为了当忠臣不能当孝子 说这是一个冲突 他称 钱先生实际上这篇文章写了好几遍 年轻的时候就写 到了晚年写在了管制编里边 他说真正的中国的那个 扑克黑格尔定义上的这个悲剧冲突 就是一个伦理冲突 宗教不能两全的伦理 问题是 如果我们单独读这首诗 它是这么个意思 可是如果我们把 陆明四五黄黄者华 把它恢复成当时的一个 礼乐的歌唱 那么这个礼乐活动本身 恰恰是要取消这种 宗教不得两全的悲剧 不让他们产生冲突撕裂 毁灭 而是让他们保持在一个肚子 这才是礼乐文明的精神 这个大家都是 我们小的时候 马老师我们都知道 越南作业反击弹 越南作业反击弹的时候 当时的歌曲 什么歌曲走得最火 十五的月亮 血染的风采 十五的月亮怎么唱 一个女的在台上唱 十五的月亮啊 我思念你 然后出个男的唱 十五的月亮啊 我想家 俩儿唱了半宿 谁没见着谁 这叫什么呢 戏剧里边有 这叫背公戏 大家看过过去 沙家帮 这个女人不寻 这个小雕 俩儿在那唱 有的时候 五零外传里边 有这种情形 但是说话 他听不见 这叫背公戏 同一个舞台 注意 这个歌曲 为什么那个时候 流行这种歌曲 当时李双香 唱一首 再见吧妈妈 当时中宣部 中宣上层天气 争论吗 说我们将士 要出国的时候 打仗的时候 怎么让唱 再见吧妈妈 很爱上 后来 还是有明白人 那个时候 那是个健康的时代 七十年代 中国要崛起的时候 有明白人 说这个妈妈 不是那个 他那个妈妈 这个妈妈是祖国 另外怀着一种悲伤的心情 为祖国而战的时候 这种人 他可以把这种 笔落的念头 统统排出去 还是达到一种崇高 那么刚才说 十五的月亮 是后来打仗 伤人了 一打仗死了很多人 高山下的花环 这种小说也出现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歌唱就起了 让这些为国家 牺牲了家庭利益 家庭幸福的男女们 在舞台上唱 这个本身 注意 不是那个唱 是这个本身 是符合礼乐精神 一个 它是代表一种国家 带着全民 对那些南国将士们 及其家属们 表达敬意 承认你们 为国家做了牺牲 我们要对你 进行精神抵偿 他绝对不是要写 安提格尼 也不是要写 和地普斯 最后非要冲突冲突 死人了 不是要这个 恰恰是要取消 那个东西 所以诗听研究 应该把它 恢复到舞台上去 从歌唱的角度来看它 你会看到 你钱先生 钱先生看到的是 局部的一个篇章 如果我们把 礼乐恢复起来 钱先生那个 所说的那个悲剧冲突 恰恰是 礼乐文明 要加以消灭的 所以说 礼乐文明精神在合体 上下 家国和谐 当然 诸位 当我们懂了这三重和谐以后 你看诗经你就明白了 你看了吗 诗经有光观机究的歌唱 也有什么 也有 也有 也有什么 袭袭古风 已见于雨 蒙脸从心 归宜有怒 对吧 还有蒙之痴痴 抱不貌似 随来貌似 来尽我蒙 也有这种变风变雅的 男女这种 这种昏运失败的诗 注意 这是 这是一个眼光的 一个眼睛 看到是不同的对象 也就是因为这双眼睛 才能看到这两个对峙的对象 为什么 当早期的诗人们高度 重视 婚姻建构 对这个社会的整体打造的作用的时候 到了衰逝的时候 他也特别关注什么 关注这个 衰败的这个时代 这个婚姻对社会的破坏 所以小雅里边 有那种对家国体系的歌唱 消除矛盾的歌唱 也有廖娥这首诗 我们说 我们北师大跟台湾 咱们这个 我不知道首诗大成立诗社 严诗社 我们有个南山诗社 台湾的富人大学 有个东黎诗社 东黎诗社一开始来呀 唱诗唱的 我们都要感动的要流泪 几个小女孩 穿上中诗服装 拉着把团扇 唱唐诗诗诗诗 哎呦 这唐诗诗 迷倒一大迷倒众生 结果这个活动 现在越作越广 我不知道咱们学校有没有 唱什么 唱廖娥 唱廖娥片 廖娥片 他们台湾人读成富儿 什么意思 在小雅里边 讲什么 讲一个孝子 为了国家去服役 颠巴尘死了 所以那个诗里边就说到 说我们老百姓 活着不死已经很久了 看了吗 当国家比越建构的时候 它建构这种社会和谐的时候 它同样也反映这种败坏现象 诗是一个整体 是一个文化下的整体 这个整体的基本精神 强调和谐 注意 为什么诗到了春秋 那样一个 那个社会大倾斜的时代 人们嘴里边 复诗言智来表达自己 为什么孔夫子 念词在词的整理周代文献 要恢复那个理智 那个社会里边 它有的美好意思 尤其有的春秋战国 尤其是战国所 没有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时代 诗经那个时代 那是我们民族最好的几个时代 说你有宗法制 宗法制怎么了 如果给人民 给社会 给所有的人带来一种精神 和物质的那种愉悦的话 这种满足的话 什么制度都是好制度 我们倒不费明信 所以这里边 从上古时期走 实际上我们说 周代这种东西 要说起来 它也是我们经历了 好多年的探险 你像商代 商代未必不想造成 一个大一种格局 不要打仗了 可是商代用的是武力 天津大学 有一个王毅德先生 南开大学 有王毅德先生 他有一本书叫 《远古中华文明史》 他检讨甲骨文里边的材料 他说 殷商时期 强盛的时期 跟十八个人群 十八个以上的人群 整天战争关系 你要知道 一个人群 被众多的敌人包围起来 你这个人群也不信 所以商代的文明 多多少少 它那个典型器物里边 表现的那种神经质状态 你看那个 饕铁文 这饕铁文不是一个 神经质的状态 另外 五关村 大家 我前年 大前年 我带了一帮研究生去殷墟 去砍 砍完了以后那些学生 我看那毛都这么滋不得 到处是白鬼 有一个博士生 突然冒了一句 说殷商人 哪个人类的概念 为什么杀那么多人 计一个贵婚 实际上 这些杀的人是谁 义坚 大概是枪人居坚 看了吗 抓了的俘虏 卡卡卡砍头 计则 五关村大墓里边 最多是到四百个人 三百九十几个人头 那四百个人头 要码起来 诸位 咱们这个教室 人码这么一大堆 大黑以后 黑漆漆 大墓大黑以后 是深深的这种哭 在阴沙人眼里 异族的那种人头 比那夏天的西方还脱 所以卡 你看 他那个时候 这就涉及到一个老问题 大家做文学研究 说商宋 是商代文学吗 这个话 有很多学者 因为随着我们当今的 这个器物 这种考古文化 考古这种 这种发达 越来越发达 所以大家去强调 商代有商宋 我才不相信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